因为明天就发表施政报告 特首林郑月娥 这个届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 地产的问题其实都是大家很关注的焦点 因为中联办官员都已经发声要急切去解决 其实今次实际上具体上有媒体引述消息 政府打算改变以以前数个新发展区进行规划的报告 改为以整体的方式全面规划新界北的用地 即是很solid地说了是哪一个地点 调整后可以发展的范围达到8100公顷 预料潜在住宅单位供应量达到40-50万伙 不过以兴建公屋为主 可以给新增居住的人口 由目前大约60万至超过100万人 这个就是大家很关注土地政策的发展方向 其实近日都是焦点来的 本地地产商是否会参与特区政府的管治 之前也有消息传出 中央都给了这些任务去本地地产发展商 或者游戏规则已经改了 见到其实本地地产商都有招数去应对 譬如新世界 他就说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非牟利房屋社企 叫做新世界建好生活 希望结合商界和民间的力量 以创意的思维去解决香港多年的住屋问题 见到其实新世界 昨天港股急跌500年 可能有逆史向上 所以见到其实政策就有政策出台 但是是否危中有机呢? 或者是什么地产发展商 可以掌握到那个机会呢? 你觉得如果真的如传媒这样说 有一个比较大的建屋量 但是以兴建公屋为主 Thomas 你觉得对本地地产商的影响 会是怎样呢? 按照Wendy说的时候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想某程度上 传媒尤其是规则改的时候 就算是否一个属实的措施 或者是一个方针的话 我想本地地产商 其实某程度上都有些担忧 所以现在做好一些对策出来的时候 向政府释出的诚意 亦都可以有一个理解的状况 至于是否真的有一个传媒规划的时候 以及那个传媒规划 是否令到普遍的香港市民满意呢? 我想都是需要一些时间 来有待去跟进 因为如果那个公屋的单位 它可以去到六十几万 甚或是一个过百万的数目的话 我相信明显地对于香港来说 就是输解住屋的压力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亦有一个前提的考虑 就是以现时香港的人口结构来看 它是可以舒缓得到 但是如果继续有新移民来输入 这条数目也未必不断计算 因为现在香港有七百多万的人口 来对应 多了一百万个公屋的单位 输困的力度当然是明显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有新移民来输入的时候 便会溝淡了那个力度 所以我相信除了住屋问题的考虑之外 另外新移民的政策安排 亦都需要一个相乎相成的力度配合 才可以有机会解决香港的住屋问题 是的 情况就是大家都要观察着 还有明天就要留意着施政报告 是那